提供资料多 预约周期长 美国严查中国人赴美签证为哪班 中国游客赴美意愿降低 又将对美国带来哪些影响 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分析评论 我们首先来看看法新社的观点 说美国严查中国人赴美签证 美国国务院正扩大外国访客入境审查 新规定要求几乎所有人 所有赴美签证申请人 必须要填写过去五年 在社交网站上使用过的个人账号 其中对中国部分专业赴美学生 进行签证限制尤其明显 延长签证审查周期 缩短有效期拒签率上升 舆论认为赴美中国企业高管 游客和学生数量正在减少的迹象表明 中美经贸摩擦的规模 可能以不可预测和代价高昂的方式扩大 下面再来看看 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怎么说 说美国政府反应过度了 近期中国公派赴美留学签证明显受限 中国教育部最新发布 2019年第一号留学预警 提醒中国学生学者赴美留学前 加强风险评估 增强防范意识 做好相应准备 不少美国大学警告称 美国政府反应过度 应该承认中国在美学者和学生 对美高校做出的重要贡献 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 限制人员和信息的自由流动 会破坏美国实验室的创新能力 再来看看德国弗兰克福汇报的观点 美国或付出高昂的代价 报道称赴美外国留学生所缴纳的高昂学费 成为美国高校的重要资金来源 2016年外国留学生向美国高校缴纳的金额 高达400亿美元 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来自中国留学生的 这给高校科研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教育还将拉动经济增长 大量外国人才的涌入 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如果赴美留学群体持续受挫 美国教育业和整体的经济环境 将受到更加直接的冲击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香港南华早报 怎么说中国游客赴美意愿降低 文章指出中国游客 是来美外国游客的最大群体之一 而且在美国的开销数百亿美元 关税和中美之间越来越激烈的言辞 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 对美国望而却步 许多人转向更欢迎他们的国家 分析指出如果想要继续吸引中国游客 美国真的是需要慎重行事 那些更容易申请签证 并通直达航班 开通直达航班 而且代客殷勤的友好国家 将会在吸引中国游客方面胜出 那么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 对于美国收紧赴美签证政策的一些 分析和评论 应访 嗯 好 对于美国的关系